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过罪于天,无所导也。 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为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于所佛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 上天,又会唾弃我为为乎,为天为大,为大啊! 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 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忍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精骨,恶其体夫,空伐其身,情夫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仁性,增益其所不能。 道大道无行,生于天地。 大道无行,运行日月。 大道无明。 将掌万物,无不知其名。 向明曰道。 新晋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知己事也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 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 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 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 常常会带着希望说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当事情不太顺利时。 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 我们只好看齐天不从人认,最后事情若起似回生时。 我们会高庆地说天底昭昭老天有点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 如空中有许多电波存在着美妙的音乐影像。 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便是。 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 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 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泡汉宇宙合为妙自然。 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 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新约约翰福音一一三圣经创始起一点零一分。 喜出神创造天地。 必是空虚混沌渊灭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RAL ONE COLON THREE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RAL ONE COLON FOUR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ERAL ONE COLON FIVE 神称光,未咒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神马 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宅命明上帝,无量倾虚至尊至圣三过。 神马 万灵神宅怀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 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 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 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因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 就如大雅所说的英知未丧失,克佩上帝。 诸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 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 既是诸子和诚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 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 基督教辟邪规政论,第五六节,老母娘清静今云,大道无形,生于天地。 可知天地之缘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 道德经守母章第五十二天下又是,亦为天下母。 既得其母,亦知其子,父守其母,陌生不代。 皇母殉子十戒,三戒为道独尊或独尊,生克制跨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信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他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之士的身上。 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天主国与自信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约看十七二十一,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及其辽兮,独立而不改,周情而不代,可以为天地母。 无不知其辽兮,自知曰道,常为知名曰大。 大曰是,是曰远,远曰返。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欲中游四大,而人居其亦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人。 大曰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以尊为大。 在各处人,以奉博的,名烧香马,拉基书一一一,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道德经会成章,第二十五,皇母,老母,娘及世,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业,和华滥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造真理。 老母娘,此讯,明明,灵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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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上帝,四,而真宝,藏无量,此怀传一旨,清虚,大化,救援,皇制,尊无上威,灵,理,至圣心法,父贤良,三戒,法,与此云不施方,共母朝,母娘,外灵, 阿拉,回,靴,规,晒,感的父母,悠危,非常喜…! 无重気住,无危,居先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真,咋明明上帝,无量,轻,熙至,尊至,胜三戒时方万灵,真仔,一典明明 , 上帝圣靠之意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 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 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祂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 祂不再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 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 如碧瑶之大人,于顺之道巧,下语之大功,文王之道德,周公之大财,老子之感应,孔子之中处,世家之能定,耶稣之国爱, 穆圣之清真,观音之道词,世智之喜舍,文书之大财,普贤之大行,尼佛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 五目之经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底,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 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骗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 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泛为天地,笑而无美,细入无间。 凡是日月星辰,江海景泉,白云彩虹,玉露双雪,一花一木,一草一干。 宇宇宙森罗外相,悬在上帝的性海中。 无量心虚形容明明上已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形之本,处。 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 至尊至圣是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 竟不其得是圆容完美无缺。 三界十方,三界是指玉界色界无色界。 十方至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 上下,要上帝的性体尽虚空天法界无所不在。 X 三界二十八天图万灵真,再说明上帝的圣灵。 大而无极大为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本人,万化的真主宰。 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种时。 在传统道场义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义母字为代表。 其意义主同明明上帝,具有情上意与情上意。 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 三界十方万灵真,再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 其本体尊重其未尽奉其德,再主其尊用在万灵。 便不衡用在补补言为犯其极情容其大说明。 其相明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意。 自行与补母字相近。 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 暂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